齐达内宣布离开黄马。欧关三连无愧欧关第一神帅。 北京时间5月31日,刚刚率领黄马完成欧关三连贯尾业的齐达内,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,辞去迎合战舰主教练一职。 齐达内堪称当今世界足坛最幸运的教练,无论是球员生涯,还是教练生涯,都是人生大赢家。 2016年1月份,黄马解雇贝尼特斯,在俱乐部地队执教的齐达内获得了提升的机会,成为银河战舰新一任主教练。 从那时起,齐达内开始了在黄马梦幻的职教生涯,2015-2016赛季下半程,法国人带领黄马止住颓势,逆流而上,在西甲几分榜上落后8赛罗那十多分,一直追到最后仅剩一分。 当然,齐达内最令人称到的是欧关赛场上的表现,还是2015-2016赛季,黄马在他的带领下连克强敌,最终杀尽了欧关决赛,与马德里竞技争夺冠军。 双方120分钟内难分胜负,黄马最终在点球大战中击败马德里竞技,对史上第11次夺得欧关冠军。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,这只是齐达内和黄马合作的一个开始,上赛季和本赛季,黄马连续杀尽欧关决赛,上赛季4比1横扫尤文图斯,本赛季3比1击败李悟普,完成了三连贯尾业,黄马成为了欧关改制后,第一只在欧关赛场上实现未免的球队,更别说欧关三连贯的撞取。 值得一提的是,黄马不仅夺得了欧关冠军,还在西甲赛场上力压巴塞罗纳夺冠。 黄马在齐达内的带领下,时隔半个世纪,再一次在同一个赛季夺得西甲和欧关双官网荣誉。 数据统计显示,齐达内带领黄马出战149次,取得104胜29平16负,打进393球,丢160球,胜率达到69.8%。 一共赌得9座奖杯,包括一个西甲冠军,三个欧关冠军,一个西班牙超级杯冠军,两个欧洲超级杯冠军和两个市巨杯冠军。 而完成这一切,齐达内在黄马竟花费了两年半时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